如果做完你會發現這個好像有點單調 擴充之後上面好像空空蕩蕩的 所以打個字好像更好 假設你給它取個名字叫聯誼 反正就是給個名稱 你會發現上面其實還有一些其他設計工具 你可以加一些其他的東西 像比如說加文字 這邊其實就會 幫你跳到那個什麼 Adobe Express 有點像是簡易版的Photoshop 讓你新增文字 你可以按一下 這邊新增文字它跳另外一個頁面 然後跳到這邊 並且幫你 讓你可以打字 這個時候的話你可以在這邊打幾個字 比如說叫 打中文好像也沒問題 比如叫 聯誼鴨 OK 乖乖的名字 再把它移動到你想放的位置 上面就會有一個範本 讓你可以選 比如說建議的 點擊 它馬上就可以變化 點擊 OK 那底下的話當然呢 你可以找一個你覺得比較OK 我覺得它的 這個字 好像中文的沒有很好看 但是至少也 比你自己原來的 來得方便 其他還有像什麼 其他這些相關設定 像透明度 其實也可以調一下 然後 底下比較需要調的就是這兩個吧 有沒有一個字的效果 字的效果的部分的話你可以直接點選 其中一個 反正你看到 點了之後它會把這個看到的就套用上去了 如果你不喜歡的話 把它還原一下 其他這邊其實還蠻多的 你可以看一下 這邊一堆 但是它套用這個效果 套上去 都不喜歡再點一下 OK 顏色也可以改 比如說這個顏色你不喜歡 改成你喜歡的顏色 這個是它的特效 然後另外其他的話 還有什麼 還有這邊 陰影要不要加 如果你要加陰影的話 也可以把陰影加上去 諸如此類的 加上去之後的話呢 甚至我發現它底下還有一些 其他的什麼 形狀 動畫這個就不太需要 然後其他還有像 你的 動態的效果等等 你最後 一樣就把它 直接 完成之後 就把它下載下來 上面再加一個字 我覺得加個字 也會更加的完備 不然的話 這框框大量少一個東西 那OK 畫面再還給各位試試看 記得我是從這邊 這邊可以點擊進去 其他試試看 畫面還給各位 那剩下的時間的話就給大家 把那個今天的作業 試著完成 那下一次上課的話 我們繼續再來看 其他的題目 其他我看 再來就是 204吧 204、206 204好像就更難 更複雜一些些 那206、208、210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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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